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在大学时期就担起还债 照顾双亲及祖父母的责任 如今不但事业有成 更荣获101年的青舵奖 以及全国校型楷模的双重荣誉 这并非信如人生 而是因为博语从不向命运低头 力争而来的成秀 十年前 父亲的工程被倒债 加上投资失利 让原本才就读大学的博语两兄弟 首次感受到一夜之间失去所有 还负债上千万元巨资的沉重压力 其实因为哥哥的角色 对我来而言非常重要 就是我在读书的过程中 国小到高中 都一直都是叛逆的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爸爸经常失败的时候 那过程中其实很辛苦 就是我们当我知道的这个过程中 哥哥都一直靠自己 然后一直很认真的求学 甚至都没有跟我讲这件事 那哥哥那时候把一家的所有的事情都扛起 跟哥哥跟姐姐 所以我就无后故事又赶快读书 把学业求学好 那甚至在暑假的过程中 我都一直去打工 所以在工程中其实很辛苦 甚至到没有钱吃饭 到所有的同学的聚会 我们都不能去 所以在大学过程中 我们都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靠比赛去争取更多的机会 然后把这些机会变成是一个 额外的生活费用 父母亲忙于偿还债务 兄弟俩的学费及生活费 也只好自己赚 正是所谓赛翁失马 焉知非福 博宇靠着自己精通设计的专业 成立数位设计工作室 不但赚钱养活自己 甚至还有余力支援家绩 博宇不但分担父母亲 沉重的家计及债务 也奉养祖父母的起居 生活所需 也正因为遭遇家变 体会到量入为初 勤俭可以持家的道理 除孝顺父母 更将爱心扩及弱势家庭 经常投身公益活动 回馈社会 今年荣获行政院新府会 所颁发的国家应急奖章 新舵奖 公共事务参与团体组的殊荣 我看到大哥对家人的那种感觉 他就是不管去到哪里 他都会把阿姨 就是带在身边 假如说去吃饭去哪里 他都会随时随时 就跟着阿姨 就把阿姨带在他身边到处走 然后对长者 他都看得很尊重的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像我们老板对待家人的话 就像那时候 我们阿姨生病的话 他就是会把所有手边的工作都先放下 然后就是全心全意地在照顾自己的妈妈 都两个去照顾店 然后老大就 薄宜就留在医院照顾 因为可能都是我虐待他比较多 因为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记忆什么都没有恢复 所以可能是把他捏在都很长 好在有他 薄宇这十年来持续分担佳绩 孝顺父母及祖父母 也获得全国孝行楷模的肯定 多年来的无悔付出 获奖可说是实至名归 其实孝顺是应该的 应该要做的 所以得这次的奖 其实是家人一起得 以及家族一起得 因为我觉得没有他们 这个奖不会得到 而且他们很辛苦的 大家一起去维持这个家 挫折是年轻人最好的礼物 所以一直强调 我们遇到了很多挫折 但是我们放弃 我觉得钱再赚就有 家人没了就没有 所以我们很重视家里跟家族 家族不只是员工 也是家人他也是 一起大家去经营这样子